所以我們在這邊也必須呼籲 就是說兩岸的人民也好網民也好 是不是在這方面 能夠盡量的克制 自治一點 要自治要克制 那可是自治克制 如果我們把問題再追究的更深一點的話 其實這個跟兩岸政府之間的氛圍 它是有一定的關聯性的 那兩岸政治的對立 其實它推演出來 就非常容易發生 在這些民眾它的投射反應上面 所以我覺得兩岸政府之間 尤其在面臨這樣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其實是不要再進一步去激化 尤其是政府的發言跟講話上面 特別是它發生是在這麵包食譜上面 它也不是發生在一個 某一個政黨人物上面 或政治人物上面 吳寶春也沒有選總統嗎 沒有嘛 他們其實他也將 他們發生這種事情 我想他們心裡面交集的程度 是比一般政治人物都來得交集的 因為那關乎到了不是他個人而已 是關乎到的是他旗下有多少個員工 有多少個人 然後他在意的只是說 我的面包能不能讓其他世界的人吃到 讓中國大陸吃到 讓全世界人都能夠吃到 他的生意能不能做 他要養活的這些員工能不能養活 他們在意的只是這件事情而已嘛 所以他跳出來求救 他其實是想 我在想他第一時間一定想說 我要求助於政府啦 但是一想到我要求助於現在這個政府 你認為會有可能解決嗎 那是用我的不斷這個政府嗎 我要求助他 所以就是兩岸 兩岸這個中央政府之間 兩岸政府之間這個氛圍導致他這樣 他根本沒有發揮求助他嘛 所以他最後要求助韓國瑜 那韓國瑜還好他作為一個他當選 所以他出來講這個話某種程度上 其實有一種鎮定的效果 有一種保護的效果 有一種幫他背書的效果 那你想看如果今天當選不是韓國瑜的 那你認為他找誰 所以這個問題就很難解了 所以還是回到說 我們雖然人民之間 會發生這一類類似國家主義 國族主義 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的事情 可是背後那個政府 如果他的態度 是和平的 他的態度兩方雙方之間是友善的 態度認為是應該避免這樣事情發生的 那我相信就算人民之間發生這樣的事情 他也不會無限制無限上綱的 不斷的被擴大 可是如果政府兩岸之間任何一個政府 都某種程度上漠視 或者不是往一個說希望這個事情 可以怎麼樣冷靜下來 希望這個事情不要再無限上綱 那如果不是這樣的話 那我覺得這樣的事情可能不會只有這一件 搞不好還有其他件 其實包括我自己我都有收到有一些廠商 他們面臨這樣的困擾 他們甚至希望說能不能幫忙找韓先生 未來來幫他們能夠在不管是中國大陸 或者其他地方的 他們在生意上面或者商品上面 或者是他們經濟行為上面 不要再受到這一些政治的干預 這個其實是現在很多商人的困擾 我相信絕對不是只有吳寶春一個